好,我们开始上课 来征配一下精神 好 那么简单的回归一下 昨天给大家上课的内容 当然我们昨天主要讲的是 Firepower的introduce 也说介绍Firepower 那么Firepower是一个什么系统 对吧 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那么我们昨天给大家说了一下 它的一个发展过程 对吧 History of Firepower 那么当然它是由一个开源的Snot 开源的Snot 当然了 Snot主要是用来做网络入侵检测系统 以及网络入侵防御系统 那么这是Snot可以支持的 当然之后呢 由SourceFire 对吧 SourceFire 当然SourceFire呢 就是基于Snot 开发出了一款 基于商业化用途的一款系统 那么之后呢 SourceFire又内置了 又加入了一个杀毒软件 对吧 杀毒软件 然后简称为 这个 AMP 对吧 能够提供这个AMP的功能 叫高级的什么增强的恶意软件的保护 之后呢 就是我们时刻呢 把这个SourceFire收购了之后 我们就改名字为 Firepower 对吧 Firepower 当然什么是Firepower 当然它是用于下一代安全解决方案里边的一个服务 OK 那么它可以提供什么AccessControl Application的Visible AndControl 对吧 可视化的应用 以及控制 包括我们的这个增强性的访问控制 以及URL过滤 还有入侵防御 入侵检测 包括文件的过滤 文件的抓取 包括我们的高级的热议的这个软件的保护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在防火墙上 经典的防火墙上去启用Firepower的功能 这是我们昨天给大家介绍的 好 当然我们又介绍了什么是AccessControl 它有一个面板 对吧 基于很多条件来实现防控制 那么也可以看到这个应用的Visible 可视化的应用 可视化的应用 非常直观 看着非常直观 当然相关的字节数 以及这个程序 咱们都可以通过这个面板呢 去看到 包括我们的接收的主机地址 以及发送这个恶意软件的主机地址 都可以看到 那么以及它一个攻击的处理的过程 OK 这些都是我们昨天给大家去介绍的 好 那么又说到哪呢 说到FMC 当然FMC呢 是实现统一中心站点的管理 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接收 具有Firepower功能的设备 然后这些Firepower功能的设备 有哪些设备呢 比如说我们的AC 拥有Firepower功能的防火墙 叫AC with Firepower service 好 还有什么呢 NG IPS 下一代IPS也具有这个Firepower 好 包括我们的FTD FTD 当然昨天我们也介绍了FTD 对吧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一些路由器 能够扩展 能够扩展我们的这个Firepower功能的 这些都可以注册到FMC 来实现统一的管理 当然FMC 我们也介绍了硬件产品 以及软件产品 硬件产品呢 是FS系列的 750-24000 那么软件呢 是基于VMware方面的 基于一个虚拟的平台 来装的一个服务器 叫Virtual版的 当然我们现在机架 上面部署的 以及我们考试考到的 那都是这个Virtual版的 OK 好 然后我们又说到这个FMC的平台 管理平台 有6.x系列的 OK 现在最新的应该是6.2 那么我们使用的是6.1 那么在6.x之后 我们这个Firepower这个功能呢 我们就叫Firepower 那么6.3之前的功能呢 6.x之前的功能 使用5.x的 我们都叫做SourceFire 可以吧 SourceFire 所以说呢 这也是个名字的不同 那么这个名字的由来 怎么由来的 OK 那么据它的这个管理平台 那么是使用的什么样的版本 那版本6.x的 Firepower 5.x的呢 就是SourceFire 好 然后我们又说了这个 如何去下载 从时刻的官方网站 OK 以及我们的这个 这个 Firepower的功能 比起我们经典的防火墙 多出了哪些功能 包括它的产品线 我们昨天都给大家做了相关的解释 相关的介绍 OK 那么我们介绍到哪一块呢 介绍到这块吧 那具有Firepower功能的 5500-X系列的防火墙 那么先介绍的是5506x 还有5506w-X 当然这个W呢 就代表我们的Wireless Wireless 无线 那么也说它可以支持无线 对吧 支持无线 那么没有W系列的 就是一个不支持无线的 支持这个有线的 OK AC 那么都可以提供这个Firepower功能 那么当然我们昨天呢 通过这个背面板 也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了 这个Firepower 它的指示灯的情况 当然闪绿色的和闪其他颜色的 或者说不停的闪烁状态 那么它是一个正常状态 还是一个不正常状态 我们也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相关的解释 在什么情况下 闪烁是正常的 OK 亮层其他颜色是不正常的 这是我们昨天讲的内容 好 5508X和5516X的正面板呢 比起我们的5506 5506长了很多 对吧 当然都是一个U的这个规格 OK 那5508-X 5516-X 它正面板 就是这样的 右边一个红色的logo 红色的logo 左边一个Sysco OK 左边一个Sysco 前面呢 是我们的LED的指示灯 OK 这个指示灯呢 包括我们的电源指示灯 状态指示灯 Firepower的指示灯 可以吧 好 那么还有什么呢 Wireless的指示灯 这些都可以看得到 从前面板 看得到它的一个闪烁情况 通过这个前面板的 指示灯的闪烁情况呢 我们可以判断 当前防火箱 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好 我们现在呢 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背面板 有什么样的接口 那么这些接口 是对应的一些解释啊 那比如说这边 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个reset的接口 也就是说重启电源 对吧 重启开关 那么旁边呢 是一个电源线 电源线 那么这里呢 有八个基比特接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基比特接口 那这里呢 有Fire 有Power指示灯 Stator指示灯 Active指示灯 对吧 那么可以通过这个亮的 这个颜色和这个闪烁的情况 是闪烁的 还是亮成其他颜色不闪烁的 来去判断我们当前的这个状态 是否是一个正常状态 是否是一个正常状态 那包括我们的这个带外网管口 它可以提供一个基比特的接口 OK 那么也说我们可以支持一些网管的流量 从这个接口进来来实现远程的网管 AC 远程的网管 那么后边呢 是RJ45的 可以吧 这是我们的console口 它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USB的 OK USB的 那么一种是console 当然这个USB呢 就比较类似于我们安卓充电器的那个线 比较类似 当然也可以通过这种形式 接入到我们的这个AC5516X 对吧 当然我们的5506 它也有这个USB 它也有一个USB 那么可以进行网管 登录到防火墙进行网管 那旁边呢 还有一个SSD slot 我们昨天讲过 我们昨天讲过 要想提供防火墙上 要想提供firepower的功能 是不是首先你要有一个固态硬盘 那么这个固态硬盘 我们可以看到在5508-X 5016-X后边 它会有一个SSD的slot 一个卡槽 那么我们的firepower的这个镜像文件 就是需要安装到这个SSD 之后加载启动镜像文件 之后做一个boot的镜像文件 先指定一个boot的镜像文件 然后boot是我们的这个firepower 之后呢 还要加载sys的文件 system文件 系统的文件 也是我们的firepower系统的镜像文件 都要有 ok都要有 才能够保证我们的AC 能够启用firepower的功能 对吧 那么也说这一块呢 我们在SSD里边 你首先呢 你在防火墙上要boot一个 要加载一个boot的镜像文件 那么其次呢 你要加载一个sys的system的镜像文件 那么这样才能够提供firepower的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昨天我们也讲过 对吧 看一下 看这里 看这里 是不是一个boot6.10-330.img 那么这是一个boot的镜像文件 5500-X系列的 那么支持firepower工程的boot的镜像文件 ok 那么第二个呢 是ac sfr sys 6.10-330.pkg的 那么这个是系统的镜像文件 也就是说这个镜像文件里边 存在着我们firepower的这些系统的服务 对吧 系统的服务 所以说呢 我们首先呢 应该在防火墙上 先加载一个boot的镜像文件 之后呢 再指定我们的system的镜像文件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镜像文件 昨天我也说过 对吧 通过ftd来实现firepower以及静点防火墙的所有功能 好 当我们呢 介绍这个ftd的时候是一个统一的software 意思unified software 里边包含防火墙的所有特性 ok 以及firepower的所有功能 以及新增加一些特性 这些都可以在ftd里边去操作 当然哪些防火墙可以支持ftd呢 这个应用程的软件呢 这个镜像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5506x5506hx 还有呢 5508 512 55151625 几乎所有的系列都支持运行ftd 对吧 当然ftd是一个软件啊 这个镜像 这个镜像 对吧 好 那么这是关于什么呢 昨天我们讲到的一个boot的时候 需要启用firepower功能 需要怎么去加载 那么做一个解释 那前提呢 你要有ssb 要有固态硬盘 对吧 固态硬盘 好 再来看512x515x正面板 当然我们刚才看的是这个08x16x ok 那么是黑色的 但是呢12x和15x呢就是白色的 那前面呢还比较比较高大上 做的比较算是比较高端嘛 算是比较精致 ok 算比较精致 长得还挺好看的 那么咱们机啊 机房里边就有两台 大家可以有时间看一下 那么左边一个logo 那么中间一个reset button 对吧 重启键 ok 那么这里呢 是一个ssd 固态硬盘 固态硬盘 对吧 然后呢 这是正面板 当然前面还有很多指示灯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右上角一个logo 右上角一个logo 那背面板呢 看一下 好 背面板有一个扩展卡槽 扩展的slot 扩展的槽位 RO的扩展卡槽 当然 里边呢 可以看到底下有很多指示灯 什么 power的 对吧 alarm的 这个告解的 还有boot的 还有active的 还有VPN的 还有hd的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通过 这些指示灯的闪烁情况 判断停留在哪个状态 这个状态是否正常 我们应该具有这个能力 应该具有这个能力 好 后边有一个conseco RJ45的 OK RJ45的 可以通过这个conseco 登录到我们的这个AC 512或者说515 来实现本地网管 那么还有一个带外网管口 带外网管口 一个G 支持Gbit的 可以吗 然后六个Gbit的带内口 还有一个USB的port 两个USBport了 那么后边呢 这边 是电源提供 电源提供 File fixed power supply OK 那么也说是供电的一个插头 好 这是背面板 背面板 OK 那么2545包括55 都是长的这个样 只是logo不一样 当然了 我们可以看到254555 那45和55呢 它们有两个SSD 可以看到两个 OK 那么看一下 这是45和55的背面板 包括25 那么这里有八个Gbit的接口 八个Gbit的接口 那么还有提供冗余 提供冗余 热背费的冗余 电源的冗余 可以吧 这是45和55可以提供的 那么其他的和我们的12和15差不多 对吧 背面板都是一样的 其他都是一样的 主要是这里可以提供一个电源冗余 那么这是45和55可以提供的 那么我们的25呢 就上面这个 它不能够实现电源的冗余 对吧 电源冗余 好 再来看AC的5585-X 这个算是一个最高端的这个系列了 最高端的系列了 也说它的物理性能算是AC5500-X系列 产品线当中设备性能最高的 那5585系列呢 它可以提供一个核心的Security的Service的Processor aProcessor 又简称为SSP 那么翻译过来呢 就叫做安全服务进程 那么这个进程呢 它会有一个独立的模块 网络模块 Network的Module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5585 它会有一个专门的网络模块 那这个模块里边呢 运行的就是SSP 可以吧 SSP 主要是实现这种Firepower功能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方向的功能 来做专门的一个处理 也说通过一个固定的Network的模块 来实现这个 来实现这个服务的保障 可以吧 服务的保障 那么你必须拥有一个核心的SSP 去什么呢 去运行 运行 然后呢 这个SSP呢 一般来说是放到我们的这个 slot0的 OK 也就是我们的slot0里边 加在这个网络模块 来运行SSP 提供这个Firepower以及防火墙的一些功能 OK 当然这个SSP呢 它也分为不同的版本号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SSP-10 SSP-20 SSP-40 这是5585系列的 对吧 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处理的这个流量的大小 以及这个 这个工作当中需要部署的环境来去 来去选择我们指定的这个对应的这个不同的版本 对吧 这是5585需要注意的 好 当然一般来说 我们给大家做实验肯定不会拿一台5585 首先它贵 其实呢 就说杀鸡要用载牛刀 对吧 好 那么咱们只是大概的了解一下 大概了解一下 好 看一下5585SSP-10的 拥有Firepower功能 -20 -40 -60 他们的这个物理带宽呢 吞吐量 一次增加 对吧 那么最大吞吐量有4.5G 一直达到15G 那么还有个 这是RPS RPS的吞吐量 也说入侵防疫检测可以监控 多大的流量 那么我们的这个杠鸡的可以监控2G 那么杠鸡最高的可以监控10G 那么还有最多的连接数 咱们都可以做个参考 去比较一下 不同版本的SSP的这个模块 那么能够处理的性能 能够处理性能 包括这个内存 OK 内存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管理口以及监控的接口呢 都是两个 两个接口 可以吧 两个接口 那么G可以用来 G可以支持10兆 10兆100兆 Gbit的都可以支持的 OK 那么这是5585-X 这款防火墙 用Firepower功能的防火墙 一个物理的解释 那么看一下5585的正面板 接口相对来说 比起我们的这个 比起我们的55刚才介绍的其他的设备 那么多了很多 OK 这是正面板 就有很多接口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然后是一个SSP-20的这个模块 这个型号 可以吧 那么-20的呢 我们也可以加在一个网络模块上去 OK 然后或者说加在两个网络模块放到一起来实现这个 能够保障我们当前网络的一些流量的一些正常的保护 那么看一下这个模块啊 再来介绍 专门介绍一下模块 那这是第一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 那55 5506X和5555X都可以支持的一款模块 是我们的接口模块 OK 接口模块 它可以提供八个 八个实际比特的 实际比特的接口 总共数一下八个 对不对 那么这第一款模块 算是我们的接口卡 接口卡 那第二款模块呢 我们可以提供四个接口的接口卡 当然了 每一个接口的带宽呢 都可以达到实际 都可以达到实际 那么这第一款模块 第二款模块 再来看一下 这是六个接口 5500-X系列的六个接口的接口卡 对吧 那么可以提供的是最大的是基比特的接口 当然了 10兆100兆都是可以支持的 对吧 那么还有5500-X系列的六个基比特的SFP 这些接口 这些我们光纤接口 对吧 这些模块呢 也是可以实现扩展的 如果说你接口不够 或者带宽比较大的话 我们可以去扩展相关的模块 提供扩展的功能 OK 那接口不够呢 我们就可以安装这个接口卡 来扩展方向前的接口 来实现防控制 OK 再来看一下20个 20个接口的模块 那么这也是一款模块 当然主要用于我们的5585-X 因为5585这个产品性能呢 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呢 我们的接口呢 很多很多 对吧 20个基比特的接口卡 接口模块 也可以扩展安装到5585-X OK 然后呢 提供这个流量的监控 以及提供fire power的功能 这些都是关于这个5585-X 包括我们5585-X系列的这个模块 可以支持的情况 对吧 当然比起我们的AC 经典的AC 是不是少了两个模块 第一个ARP-SSM 对吧 这是什么模块 还有第二个CSC模块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经典的防控墙 它可以支持三种类型的模块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的interface 对吧 接口卡 接口模块 主要是用来扩展接口的 那么和我们刚才看到的是 功能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5500-X系列的产品呢 是没有入侵防御检测功能的模块的 也没有这个CSC 基于这个病毒软病毒监测 基于这个文件过滤这些模块 垃圾邮件的过滤 也没有这两款模块 为什么没有呢 大家想一想啊 因为我们这两款模块所能够提供的服务 都已经集成在我们的5500-X系列的产品里边了 只需要我们有对应的LASSIS 去激活这两个服务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OK 当我们接口呢 你不可能集成吧 你一个物理设备只能够去装特定的接口 如果不够的话呢 我们可以实现正对于接口卡的扩展 那么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安装相关的模块里边了 对吧 这5585 5585的模块的一个实例 实例 这个应该没问题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firepower的下一代的防火墙 下一代防火墙 那么先来看一下这个下一代防火墙 那么我们下一代防火墙呢 有什么呢 功能依然是access control 对吧 这个access control呢 我们可以实现remote accessVPN 也说VPN的功能可以得到保障 包括我们的getaway的VPN交换路由 NAT状态监控 这也是我们经典防火墙可以实现的功能 那么在下一代防火墙依然可以实现 OK 第二块呢是application的control 那么针对我们的应用程的流量 主要是针对特定的一些应用程的数据流量 我们做相关的行为 比如说监控到什么QQ啊 什么RTNews啊 或者说什么 Skype啊 这些应用程序发过来的流量呢 我们可以做允许或者说做block 这两种行为 OK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去自定义 去制定一策略 来去针对于应用程的相关的 有安全隐患的流量呢 做相关的防控制 OK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 它过来这个风险值达到了我们的一个要求 我们就要把它block掉 这也是application control里面可以实现的 那么针对应用程的数据呢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下一代防火墙的这个功能 来实现针对特定的应用程序 那么来做防控制 那么这也是比起我们的经典的防火墙功能强大的地方 当然还有threat prevention 威胁防御 回血防御 威胁阻止 对吧 那么当然我们说过这个下一代防火墙里边呢 基于fire power的这个功能可以提供 提供入侵防御检测的能力 OK 还有入侵防御的能力 这些都是基于它一个snort开发的 可以吧 那么主要是用来做网络入侵的一款服务 那么当然它也可以提供威胁检测 威胁防御的功能 这是我们下一代防火墙也可以做的 可以吧 那么还有contact awareness 什么意思呢 我们也可以去定义相关的一些服务策略 针对于相关的用户来指定服务策略 来实现明细的防控制 可以吧 那么我们也可以联动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3FG来实现相关的策略的部署 这些都是在下单防火墙里边可以实现的 你吧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块access control 它的功能呢就是我们经典的防火墙可以提供的 对吧 经典的防火墙可以提供的 那这一块呢主要是我们的经典的RPS可以提供的 入侵防御检测 OK 入侵防御系统 入侵检测系统 那么呢 经典的RPS4200系列的RPS都可以提供 可以吧 那么这三块加在一起 什么再加个application的control 那么是我们的经典的NG firewall可以提供的 比如说下一代防火墙可以提供access control的功能 application的control 包括我们的threat prevention 这些是在经典的下一代防火墙的范畴的范畴之内的 OK 它都可以提供 那么再来看啊 firepower NG RPS看一下 那具有firepower功能的下一代RPS它可以提供的是 这两块内容 对吧 这两块内容 这两块功能 一个是威胁防御 一个是这个contact awareness 那么这是我们下一代RPS 具有firepower功能的RPS可以实现的功能 OK 那么我们呢 具有firepower功能的下一代防火墙 那么所有的功能都可以提供 比如说从这里 这四个功能全部都可以提供 对吧 全部都可以提供 好 那么对应的设备 所以对应的功能 我希望大家做一个相 做一个了解 OK 做一个了解 好 再来看一下firepower下一代防火墙的一个平台啊 那下一代防火墙呢 我们刚才介绍的5500-X 具有firepower功能的 是它的支持的设备 OK 这么多设备呢 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下一代防火墙的平台 OK 那么也说下一代防火墙这个平台上呢 首先 AC5500-X 5500-X 5500-X 好 那么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firepower4100和9300 专门用来做firepower的 OK 那么运行的OS呢 是FTD FTD firepower的Threat Defense 这个OS 那么运行在我们的这两款设备上 当然昨天我也给大家看了 OK 一个动态的图 去看到这个4100 9300 它的一个内部结构 OK 它的相关的模块 相关的接口的信息 好 第三款设备支持下一代防火墙的平台呢 是什么呢 是AC5500-X 5585-X firepower功能 OK 也要启用firepower功能 那么这也是 我们下一代防火墙的一个平台 也说他也可以提供firepower 没问题吧 好 当然这三款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设备 它的处理性能是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 当然处理性能那一 呃 谁最高呢 叫5500X的5585-X 那么可以最多达到15G的吞读量 OK 那么 关于这个5500-X呢 最多可以达到1.75G 那么还有我们专门用来做filepower firepower的 OK 4100和9300呢 那可以达到25G和100G 根据我们不同的设备 那么它可以提供 提供不同的这个输出 不同的检测 性能也都不一样的 OK 当然所有的设备 在平台里面 所有的设备呢 都可以 all manager的 都可以被fmc所网管 那么也说我们fmc作为firepower的management center 那么可以支持我们具有firepower 这个具有ftd功能的5500-X系列的产品 注射到fmc OK 来实现统一的网管 那么还要针对于firepower功能的设备 9193004100也可以注射上来 包括我们具有firepower功能的5500-X5585-X的服务的 也可以注射上来 当然这款设备和这款设备 大家看着稍微有点晕啊 不都是防火墙吗 对吧 当然这防火墙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运行的ROS运行的ROS 这一块呢是我们这些防火墙运行ftd 这一块呢是运行的AC的经典防火墙的ROS 再加载firepower功能的ROS 这是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 再加载firepower功能的ROS 那么一款式 基于Linux 也说没有命令行 只能够通过图形化界面 去做相关的防火控制策略 那么我们的AC withfirepower呢 我们可以通过命令行去配置经典防火墙的功能 那么通过firepower呢 去配置我们firepower的功能 OK 这是不一样的概念啊 所以说运行的ROS不一样 我们都可以被FMC给网管 对吧 当然我们的这个firepower41009300呢 它运行的依然是ftd 对吧ftd 当然我们介绍这个ftd 它是一个software united software 统一的这个 啊 镜像文件 我们可以加载进去 提供经典防火墙 以及firepower的功能 以及其他一些特性 都可以支持的 OK 那么这是NG firewall的平台 下一代防火墙的平台 那么这具有firepower功能的 下一代防火墙的平台 有哪些设备 哪些产品 我希望大家知道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产品下啊 下一代防火墙平台 那么首先呢 AC5500-X系列的 对吧 H-X W-X 还有5506X 5508X 512X 那么再来看 516 15X 25X 45X 555X 包括这个firepower 4110 4120 那么还有4140 4150 还有9300 这些都是运行 什么呢 都是运行的是 啊 我们具有firepower功能的 这些OS的一些设备 一些产品 那 统称为NG firewall OK 统称为NG firewall 好 还有一款设备 当然这不叫设备啊 这一个OS 一个虚拟版的虚拟机 可以把FTDV 我们装到我们的服务器上 也可以提供这个firepower OK 那么它也是一个NG FW NG firewall 下一代防火墙的一个产品 一个产品 虚拟版的虚拟版的 OK 好 当然了 根据设备的性能不一样呢 我们也可以到 部署到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场景 那比如说我们数据中心啊 大型的互联网企业啊 我们完全可以去部署firepower9300 或者说4100系列的 那么我们的小型办公室呀 我们就可以去部署5500 啊 512 5508 5506 这都可以的 那么大型的公司大型企业呢 那么可以部署啊 中型的这些啊 enterprise的 比如说525 54555 这些都是可以去部署的 而根据环境的不同 我们也可以去部署 不一样的场景 好 看一下这个software support 物理平台 OK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物理设备 又介绍一些相关的这个OS 对吧 software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物理平台 它支持的相关的OS 有哪些 比如说5506x 5555x 一直到5555x 这所有的模块 今天方法强 方法强的功能是可以的 是yes的 没问题吧 那firepower ngrps呢 是做不了的 那5506x到5555x 具有firepower功能 那么ngrps的功能是做不了 对吧 但是呢 ac上面运行firepower的功能呢 是可以做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5506x到5555x 它就是一款方向墙吧 它就是一款方向墙 当然了 它当然可以提供这个firepower了 当然 它也可以提供ac的功能了 对吧 但是呢 它没有扩展 所以说它做不了ngrps ok 做不了下载入庭方案检测 那ftd可以做吗 也可以做 只需要我们去加载ftd的software 好5506x555x 只要换一个ros 换成ftd 那么它也是可以做ftd的 对吧 做firepower的threat defense 好5585 我们刚刚讲过这个ssp 对吧 叫secrete service的processor 那么这个刀片 这个模块 那么我们可以提供防火墙的功能 firepower的功能 对吧 当然这个firepowerftd呢 是做不了的 ok 不支持的 ngrps也是不支持的 当然41009300呢 它只 它 它是专门用来使用的software 就是使用的ftd 当然ftd的功能是可以做 防火墙呢 也可以 但是不是通过命令行做的啊 通过图形化界面去做 比起我们的防火墙 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么firepower7000和8000 这两款设备呢 是主要是用来做rps的 ok 主要做ngrps的设备 那么当然ngrps可以做 其他的都做不了 可以吧 其他都做不了 所以说对应的设备 和对应的功能 咱们要找清楚 要明白 可以吧 明白 好 再来看虚拟版的 虚拟版的 比如说第一个acv 大家敲版本的 尽量敲acv 那总共有4个acv 那么这就是我们斯科 对吧 推出了一款虚拟版的防火墙 当然只能够提供经典版的 防火墙的功能 当然有些功能呢 还是局限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这什么fireware做不了 啊什么这个 cluster也做不了 ok 当然其他的一些功能呢 都是可以做的 比如说NAT呀 装在监控呀 MPF呀 这些都可以做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虚拟版呢 只是用于测试 对吧 只是用于学习 那么只是用于一些 很基本的一些操作 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基本版的 当然如果说你要扩展功能的话 他肯定要建议你去买这个硬件版的 对吧 但硬件版贵嘛 ok 他也要赚钱的 那么还有firepower ng rps 也是个虚拟版的 那么他只能够做rps的功能 对吧 那么还有firepower ng firewall v ng fw 他只能够实现ftd的功能 ok 那么后面呢 我们也会根据相关的实验局 介绍ftd 介绍ng rps 介绍acv 对吧 介绍acv 好 这些都是我们后面实验 需要给大家介绍的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下一代firepower 下一代防防墙的这个ac的image ac的进行文件是哪些 对吧 我举个例子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然如果说这个还想更加详细的了解 建议去登陆司科的官方网站去找到对应的一个报表 对应的文章去查询一下 好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sysq的firepower的model 4110 对吧 4110 可以提供Active standby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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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ware 那么当然这一块呢 所有产品呢 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可以做双A的 都是可以做双A的 OK 那么其他的呢 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啊 我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解释了 过多的解释 好 当然这些产品呢 都是可以提供下一代防火墙的功能 都是可以提供这个firepower的功能 OK 好 那么这是再来看一下ftd的进行文件 ftd的进行文件 那4110呢 如果说运行的是ftd的话 那么这是一个对照的表象 对吧 那5500-ftd的模块呢 比如说5506ftdx 那么这一块呢 大家也可以去参考 那么也说我们的设备 你可以运行什么呢 你可以运行AC的进行 那么启用firepower的功能 OK 你也可以直接加载ftd的进行 当然配置方式是不一样的 功能都差不多 功能都是一样的 OK 好 那么这里呢 有两个链接 这是我昨天给大家点进去的 可以看到这个更加三维的 对吧 3d的效果的去看这个firepower4100和9300的链接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好 之后呢 我们去了解一下firepower的lacens 当然这个lacens还是比较贵的 那么并不是永久版lacens 那么一般来说都是很简单的 几年 或者说一段时间的lacens ok 当然我们 我知道这个rse啊 2.1的最新的rse 它的lacens 就是30万 30万 30多万 那么也不是永久的 也就是三年 ok 也就是三年 那么30多万 所以说这些产品的授权是非常非常贵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些产品的授权 我们专门的给大家来说一下firepower lacens ok firepowerlacens有哪些呢 看一下啊 protection的lacens ok control的lacens URL filtering的lacens 还有malware的lacens 包括vpn的lacens 也说你想做哪一块功能 你想提高哪一块 扩展哪一块功能 你就需要去购买指定的lacens 那比如说我想做vpn 那我用户不够 我想支持vpn的用户更多 我想去购买个lacens 去扩展一下这个功能 那么我们可以专门的去买这个vpn的lacens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的方法墙 我想做cluster 但是呢 方法墙不支持 你也需要去找到对应的lacens去购买 那么还有我想做 我想实现amp的功能 高级的这个恶意软件保护 那么去用来防止这些恶意软件的攻击的 那么你就需要找到malware lacens去购买 之后加载到我们的这个firepower ok 到了这一块呢 都是classic的lacens classic的lacens 那我们的防火墙 with 就是 拥有firepower的功能 拥有firepower的功能 那么所使用的lacens呢 就是classiclacens 比如说你要启用firepower 你要启用firepower哪一块功能 那么都要找到对应的这个功能去购买相关的lacens 来激活相关的功能 来实现 比如说我们的保固 来实现防控制 来实现URL过滤 对吧 来实现热义软件的保护 以及vpn的 正常的服务 那么这是经典的lacens classiclacens 对吧 那也就是说我们前提是 运行在防火墙的ROS基础上 当然了 要想激活firepower的功能 ok 我们需要找到对应的lacens去购买 对吧 当然这里后边有很多英文注释啊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protection protection的lacens是干嘛的 那么这个lacens呢 允许你去做这个什么入侵 检测入侵防御 还可以做什么呢 文件控制 文件控制有哪些呢 文件抓取 对不对 还有文件类型的过滤 都是文件控制的范畜之类 ok 包括什么呢 安全的智能的过滤 ok智能的过滤 这是protection的lacens可以提供的功能 那么再来看controllacens可以提供什么呢 好 针对于用户 以及应用程的数据 我们做防控控制 那么我们可以增加用户 ok 去实现明细的防控控制 针对用户做access的control rules 做规则 来限制相关的用户去访问特定的应用程服务 那么这是我们controllacens可以支持的 那再包括URL filtering的lacens 那么URL过滤 对吧 URL过滤 还有什么呢 还有 自定义策略 自定义策略 ok 那么这些都是URL过滤 lacens里面可以支持的 那么malwarelacens呢 主要是加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实现这个恶意软件的保护 防止恶意软件的攻击 那VPN的lacens呢 主要是可以支持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暂点到暂点的 IP在VPN或者说remote accessVPN或者说这些用户不够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扩展这些用户数量 ok 来实现一个更加强大的VPN的功能 这些都是对应的一个lacens 当然 你要想实现firepower哪一块功能 就需要找到哪一块lacens去购买 它是独立的啊 并不是说你买一个lacens全部都有了 可以吧 那么是分开的 那么当然前提呢 classiclacens是运营在我们的ac withfirepower功能的设备的 可以吧 具有firepower功能的防火前转设备上 我们的这个lacens介绍呢 使用的是classiclacens 那classiclacens今代lacens呢 又包括这么多分类 ok 包括这么多分类 好 classiclacens我们看一下有几个标识啊 第一个是TA 第二个是TAC TAM TAMC URL AMP ok 那么我们看一下 TA代表什么意思啊 TA 那么简称为threat applications 这两个功能 也说这个lacens呢 可以做一个什么呢 做控制保护 对吧 控制保护 仅仅只能够做防御控制和保护 那么 这是TA可以实现的一个功能 那么这个防御控制就是protection嘛 对吧 protection 那么还有control 这两块内容 也说 这两块内 里边的所有技术呢 所有功能呢 我们TA都可以支持 ok 那么换句话说 URL可不可以支持 URL过滤 不支持 那么恶意软件保护呢 也不支持 还有VPN呢 也不支持 对吧 这是TA 那么TAC呢 就在TA的基础上 控制可以做 protection 保护也可以做 还可以加一个URL的过滤的功能 这是TAC 你要购买这个lacens呢 可以做三块内容 对吧 那么如果说我想做恶意软件保护呢 你需要购买的是TAM 那么控制保护以及恶意软件可以做 但是它不支持URL过滤 对吧 这也是一款lacens TAM 那么TAMC TAMC 那T代表threat A呢没有对应的选项是吧 我还以为A代表applications M呢代表mail way 对吧 C呢代表control protection OK 那么TAMC呢 它既可以做一些基本的 又可以做URL过滤 又可以做恶意软件保护 那么这个lacens呢 可以支持这么多四块内容 对吧 那么URL的lacens呢 只能够做URL过滤 对吧 URL过滤 OK 那么AMP的lacens呢 只能够做恶意软件保护 OK 那么所以说 这是经典的lacens的几个不同的选项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用户不同的需求呢 去购买 去扩展这个防强的功能 OK 去启用firepower的相关的功能 相对应的功能 来满足我们工作的需求 可以吧 这是这关于classic 经典的lacens的一个介绍 好 再来说一下smartlacens smartlacens 当然smartlacens呢 运行的是FTD 你说一个独立的镜像 可以吧 运行是FTD 当然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 FS4100 和FS 什么呢 9300 这些都是运行FTD的物理设备 OK FTD的物理设备 那么我们要激活相关的功能 需要了解一下它所对应的lacens 第一个呢 叫Bestlacens 基本的lacens 第二个叫Mailwarelacens Threatlacens Urfiltrylacens 那么一一给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smartlacens里边 基本的lacens 可以实现用户以及应用防控制 针对用户的防控制 那么我们也可以去定义用户的访问规则 去限制用户访问哪些特定的应用程序 那么这是Bestlacens可以做的 OK 基于用户的防控制 可以吧 提供的这一块功能 那么Mailwarelacens呢 也说我们可以去允许这个恶意的软件 攻击的保护 对吧 恶意软件攻击的保护 那么这是Mailwarelacens可以支持的 包括Threatlacens 那Threatlacens呢 可以让我们的设备 OK 可以让我们的设备 支持入侵防御检测 入侵防御 入侵检测和入侵防御的功能 包括我们的文件控制功能 文件抓取啊 文件类型的过滤啊 这些都是FileControl可以支持的 那么还有什么呢 Security Intelligence Filter 也可以支持一个安全的智能的过滤 那么这些都是在Threatlacens的范畴之内的 也说我们要 启用这个Threatlacens呢 关于文件的过滤 这里边所对应的功能呢 都是可以做的 对吧 那么如果说你仅仅只是一个BestLacens 那么底下这些功能肯定是做不了的 OK 那么还有URFiltering的Lacens 那么也说我们可以支持做UR的过滤 通过定义策略 来满足我们定义策略里面的UR的条件呢 我们可以做相关的防控制 要么允许要么Blog对吧 要么发log 那么这些都是相关的行为 那么这也是URFiltering的Lacens的工作范畴 OK 那么也说你可以去找到对应的功能去激活去保护我们指定的一些服务 可以吧 那么根据我们工作的环境 不要买太多 因为Lacens很贵 可以吧 要了解这些Lacens 同时呢 你要启用什么样的功能 就可以去单独的去购买 去激活这块功能 OK 好 这是SmartLacens 当然和ClassicLacens不一样的 一个是运行在防火墙上面的经典的Lacens 一个是运行在FTD上面的SmartLacens 好 看一下SmartLacens的归类 几个选项 T OK 只能做Threat 威胁检测 那么TC呢 Threat加UR的过滤 TM呢 Threat加MailWell 那么TMC呢 Threat加UR过滤加MailWell OK 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 那么URL UR过滤 对吧 AMP 这个恶意软件的保护 OK 那么这里TMC的Lacens是最贵的 最贵的 那你买了之后 把这三块功能都给激活了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你功能越强大 所对应的这个花费费用就越高 所以说我们要 我们工程师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为公司节省钱嘛 对吧 我们要了解 同时呢才知道该怎么买 怎么采购 怎么去激活这些授权 为公司最 尽最大的可能去节省钱 OK 体验自己的价值 所以说这一块呢 我也希望大家了解 关于SmartLacens OK 两种类型Lacens 一款是Classic 那么一款是Smart 一款是运用在防火墙上面的Lacens OK 一款是运用在FTD上面Lacens OK 这里希望大家要了解 好 这些规例呢也应该知道 也应该知道 好 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把这个Firepower介绍完了 介绍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大家进入到这个实验部分的讲解 好 这个实验呢 很详细 很详细 那么一般来说 我不讲的话 如果说照着做的话 也应该做下来 我得给大家带着大家去讲讲 去做着去看看现象 对吧 之后呢 有时间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第三套机甲 这个小机甲 192.168.1.253 这是我们V4之前的机甲 V4之前 考V4的时候用到的机甲 也就是说搭我们的环境的机甲 那么大家可以登上去啊 用户名依然是root 密码是overful ccr1 这个环境很简单 主要是用来做Firepower 大家想去专门的去练一下Firepower的实验 照着这文档 听到我的课 OK 登录到我们的机甲就可以去做了 对吧 这个环境我已经打好了 我已经测试了两遍了 所以说呢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这一块呢 这运行速度比我们的 现在的实验机甲还要快 很快的 OK很快的 好 介绍一下我们需要给大家讲解的内容啊 首先是FMC 当然FMC我们说过它可以提供一个中心的管理 对吧中心的管理 那么它的部署安装启动以及基本管理 没有做相关的解释 那么部署安装启动以及基本的管理 如何去登录FMC 登录到FMC的它那么界面的一个详细介绍 那么以及一些常用到的一些基本的管理的命令 对吧 以及这些界面的一些参数的调整 这些都是我们在第一部分给大家介绍的 那么介绍完FMC之后介绍FTD 当然这个FTD呢 我用的不是物理版本的啊 物理机啊 物理机很贵啊 我就没买 没必要嘛 那我用的是Virtual版的OK Virtual版的FTD VFTD 简称FTD VFTD啊 你也可以叫NG IPS V 你也可以叫FTD V 都可以 那么虚拟版的FTD 当然功能和我们的硬件版是一样的 OK 那么这一块呢 部署安装 常用到的一些命令行 以及常用的一些命令 也会给大家介绍 当然还有FTD的配置 如何关联到FMC 如何注册到FMC FMC如何针对于我们注册的网络设备 做相关的管理 那么以及基本的配置 接口信息 路由信息 平台的设置 一些参数 一些object 这些我们都需要给大家介绍 包括接口配置 还有什么一些常用的 常用的object 当然我们说过object 可以去针对于Network 去启用object 它是一个组的归类啊 也可以针对一些服务 启用object 进行做归类处理 OK 那么在FTD上怎么去启用 那这也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那么在FTD上怎么去启用我们的这个access control 比如说配置防御功能列表 对吧 怎么去配置Net 做网络地址转换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经典方向前可以实现的 当然我们也说过FTD也可以 完全可以支持经典方向前所有功能 以及firepower的所有功能 还有一些其他新的特性 这是FTD可以做的 但只是操作命令不一样 它是通过这个命令 它是通过这个图形化界面来去做的 命令还是几乎用不到 而我们的防火墙呢 是通过CLI 对吧 CLI 那么如何去配置防御控制 以及如何去配置Net 这些我们都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这一块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FTD 怎么去配置 对吧 以及URL的过滤 好 那么还有一个功能 还有一个功能 那么FTD呢也可以支持SSL的监控 那么SSL VPN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那么也是我们的用户通过远程 拨入 拨入到SSL server 由Server推送一些策略 以及地址词 用户拿着这些地址词里边的地址呢 做加密处理 然后扔给Server Server解密之后 扔给身后网络的特定的服务器 OK 那么去保证我们的用户能够访问特定的服务 可以吧 到了这个SSL VPN加密之后的流量呢 OK 我们一般来说啊 是无法监控的 因为它已经做了加密处理 对不对 已经做了加密处理 那么加密之后 我们无法正常解密 但是呢 FTD呢可以针对于SSL VPN以及加密的流量 做SSL VPN的监控 那么也说这个加密呢 它首先 它可以做解密 解密之后去监控这个流量 是否里边携带的一些特殊关键词违法的制断 OK 然后呢 做相关的行为的匹配 那么一旦匹配到我们allow的行为放行 匹配到我们的拒绝行为 job 对吧 当然了 这也是新增加的一个SSL inspection 比起我们的经典的防守墙 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那么我们的FTD呢可以去做的 对吧 可以去做的 好 包括AMP AMP Advanced Mailware Firewall And Fire Detection Configuration 比如说我们既要给大家介绍AMP的配置 又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文件检测的配置 那文件检测呢 包括文件抓取 OK 包括网络文件的回溯分析 还要包括什么呢 还要包括这个文件的类型的过滤 基于文件类型的过滤 都是在我们第六块内容给大家介绍了 OK 那么FTD说完之后 说完之后 我们需要给大家介绍 入侵防御检测的策略 对吧 RPS的功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NGRPSV NGRPSV 然后联动FMC 给大家演示这个测略 我们的入侵防御规则 怎么去定义 怎么去保护网络的安全性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PVT 这不是PVT 这个这个目录啊 好 之后说完FTD 说完FMC 说完NGRPSV 之后我们再来介绍经典的方向墙 如何去启用firepower的功能 当然前提你要有个firepower的模块 OK 之后呢 去启用firepower的功能 怎么去启用 OK 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 经典的方向墙 AC 也可以把当前的 比如说我们的OS9.6的8.4的8.3的 还有8.0的 这些OS全部删掉 如何去加载FTD的OS 升级到FTD 那么这也是我需要给大家介绍的 可以吧 那么这是我们 之后 大概两周吧 能讲两 一周多吧 差不多这个 一周吧 对吧 差不多能讲完的一块内容 可以吧 一块内容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实验TOP 物理连线图 对吧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服务器 我们做这些实验它的一个连接情况 物理连接情况 对吧 这个是我昨天晚上 方国学一直坐在这做了一点画的 画的还画的还挺好看 至少我感觉还挺满意 对吧 我也加了一个我专属的logo 对吧 好以后看到这个logo 就知道是我出自沃尔夫胡子 哈哈哈 好吧 然后这个画的有时候还有点不对称 反正也不管了 已经头脑发晕了 之后这个颜色都标记得挺好 对吧 然后这是我们的物理连线 那么就是物理TOP很简单 一台交换机 三台路由器 然后两台Windows2008 然后一台FTD 一台NGRPSV 一台TESPC 一台FMC OK 然后一台VM Server 对吧 一台VM Server 好 这是逻辑图 那么之后呢 我们会通过这个逻辑图 给大家一一演示这个实验 该怎么去做 我们看一下有几个实验啊 大概看一下 好 部署安装 那么我们马上呢 马上会给大家介绍 FMC的部署和安装 看后边 关于实验的部分 还没搅 他还没搅 这个算是一个实验 3.2如何去配置接口信息 如何去配置规则 如何去放流量 如何去做NAT 去防控控制 对吧 也就是说从这 从这一块内容开始 就是所有实验的开始 我们需要用到我们刚才的这个TOP图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TOP图的基础上 去完成 完成这个文档的所有实验 那这个TOP图呢 大家先看一下 先理解一下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大家先看一下 之后呢 下节课我给大家演示 如何去安装FMC 如何去部署到我们的机架 如何去使用我们的机架 可以吧 好 这是物理连线图 大家先看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TOP图 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 Firepower的物理机架的TOP图 阿胜给你U盘 都烫了 好 这个怎么换呢 我把这个软件打开 我们来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先来看一下我们需要用到的设备 那么首先呢 一台Windows Server 1 这是我们Server 1 2008 OK 那么这是Server 2 这是我们物理连线啊 一台交换机 当然我们登机架的时候登的是手起零 可以连接到我们当前这台交换机 那么三个接口 F0-1口 二口 三口 分别对应R1的F0-0口 R2 R3的F0-0口 那么F0-8口是连接的是我们的11.153的 253的这台VM Server 对吧 OK 这台服务器 那这个服务器怎么去网管呢 服务器就是接入到我们的本地局务网的 我们192.168.1.0网段 大家PC上面使用的都是这个地址 包括我的电脑都是这个地址 比如说本地局务网的 那我去访问1.253就接入到这台VM Server 对吧 那么这台服务里边我装了很多虚机 装了哪些虚机呢 给大家看一下 那FMC OK 地址是2.1.243 TESPC地址是1.22 然后这一台是我们的这个RPS NGRPSV是244 然后FTD呢是245 对吧 两台服务器 两台服务器 OK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物理连线图 当然了我们需要把我们用到的这个连线呢 画到指定的VLine 我这里呢设计了三个VLine 一个是VLine10 20 30 对吧 VLine10 20 30 那我们的TESPC呢有两块网卡 一个第一块 AIC-0 我们使用的是网管 北地网管 也说我们需要把TESPC FMC 接入到我们的网络当中 当然把这个网关指向我们的1.1呢 就可以上网了 也说后面的实验呢 我们需要做这个AMP的时候 需要保证我们的FMC 能够正常访问Internet 能够访问斯科的服务器 所以说呢 我的设计是把它放入到我们的内部局域网 把它指到我们的192.168.1.1 这个网关 那么就可以上网了 可以吧 那么 上边这一块呢 上面这一块VLine10 20 30 分别对应的是我们的Inside Outside 还有DMZ 这三个区域 也说和我们的防火墙 经典的防火墙 三接口的部署是一样的 好 这是物理连线图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逻辑连线图 OK 那么我们 我们后面呢 会用到这个连线 这个逻辑图 那么也说这是一台FTD 给大家演示FTD 基于防火墙的功能怎么去配置 基于这个AAT啊 以及其他一些策略怎么去配置 那么同样三接口 就是G702-0口 接我们的Inside的区域 对吧 好 G0-2口是我们的Alsa区域 G0-1口呢 是我们DMZ区域 三接口的一个连线 那么当然了 我们这里依然需要用到我们TESPC 需要用到我们的FMC 那2008的服务器两台 一台作为DS HTP HTBS FTB的Server 一台作为证书的服务器 对吧 那么这是我两台2008 那部署的角色 部署的角色 对吧 好 看一下大家怎么去登陆机架啊 当然登陆机架 把你CRT打开 把你CRT打开 然后输这个192.168.1.1 这个Terminal Server OK 然后也就是说连八爪鱼的 可以连到我们的SWG0 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打开一个 之后呢 用户名 OK 好 然后呢 我直接敲一个SWG0 当然现在已经被占有了啊 这个线程 这我刚才已经连过了 当然大家怎么清线程呢 清2007 就清7 也就是说基数为2000 2008 就清LINE8 对吧 那么它的一个基础的线程数为2000 那么清7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SWG0 对吧 那么这是我们SWG0 当然在SWG0上面呢 我需要去配VLAN 看一下有没有VLAN2030 还有10 2030 那么这个VLAN都有 OK 这是之前做实验的时候 就是V4大纲的实验的时候刷上去的 而且我又没有去删除这个VLAN.database文件 所以说这个VLAN都有 这里不用担心 对吧 不用担心 好 那么 那修interface F0- 修run interface F0-8 好 这个接口呢 是连我们的1.253的这个VM Server的接口 当然了 我们需要把它化成Truck 因为我们VM Server里边有很多虚机 而且虚机里边又部署在不同的VLAN 那么也说102030的流量都要组这个VM VM VM NIC1 这块网卡 我们VM Server的另外一块网卡 那么走抵达手机0的F0-8 当然了承载的是不同的流量 不同流量 那么F0-8需要化成Truck 这块能理解吧 当然VM NIC1 那么这块网卡 你就不用管了 因为我们默认 默认 那么我们的这个VM Server的网卡都是支持 这个Truck类型的网卡 对吧 它是一个Promise Queues Mode 这个扎转模式 OK 那么有时候我们只需要设计 说桥接的 交换机的F0-8 把它画到VLAN-8 那么所对应的用户呢 分别画到VLAN-102030 对吧 那么这是逻辑图 所对应的物理图 怎么去 去画VLAN 画Truck 这是最底层的一个检测 之后呢 依次登陆212223 手机0 那么同样的方式呢 我们再Copy一个 登陆到21 登陆到21 对吧 登陆到21 然后依次内退212223 手机0 那么我们的这个VM Server这个灯呢 当然这个VM Server我们网管使用的是192.168.1.253 所以对应的是VMNIC0这块网卡 OK 这块网卡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Workstation 然后我建议大家去通过Workstation 请 比如说点到这里root World of CCIS 仍然连接 对吧 那么这里有TESPC 双击 OK 那么就进入到TESPC了 对吧 就进入到VM Server上面的一个虚机 我们在TESPC 好 这里发现地址有冲突 这个回头我们再去解决这个问题 OK 好 那么当然也可以通过VSphere VSphere 也是这个 对吧 这个也可以登 当然这个和Workstation 我之前也介绍过这个区别 然后Workstation呢 是针对于这个服务器上面的一些参数 一些网络信息 一些存储信息 一些报告信息 这些参数都可以更改 那么是用来做网管的一个VSphere client 对吧 这个口端 当然我们不建议大家去登啊 因为这个服务器的网卡信息 我已经给大家调节好了 你看用到两块网卡 一个是VMNIC0 一个是VMNIC1 说对呢 我们物理连线图 VMNIC0主要是用来做网管的 是不是这个192.168.1.53 这一块 对吧 也说我们通过VMNIC0 192.168.1.0网络的主机 也说大家主机都是这个地址 可以吧 都是这个网络的地址 通过访问1.253 进行去网管我们的 这台VMServer OK 好 那么第二块网卡是VMNIC1 VMNIC1 这是服务器的另外一块网卡 它连接的是Switch0的 F0-8 对吧 8口 所以说呢 是不是我们应该把8口化成创卡 对不对 把8口化成创卡 那么为什么要化创卡 因为我在这个VMNIC1的这个网卡里边有很多虚击 比如说2008 SERV1 2008 SERV2 FTD 对吧 还有什么呢 NGRPSV TESPC 那么我设置了三个网段 三个VLAN 一个是VLAN30 底下呢 底下还有VLAN20 还有VLAN10 也说这些虚击所在的VLAN 发送的流量 是不是VLAN10 2030的流量 都有 对吧 都有走谁呢 这三种不同VLAN的流量 都是从VMNIC1出去 到达Switch0的F0-8的 对吧 所以说与之对应呢 我们需要把F0-8化成创卡 这块应该理解 OK 达Switch1的F0-2 Switch0的F0-1 0-2 0-3 分别对应的是我们R1 R2 R2 R3 也说一个是我们INSA的用户 DMZ用户 ALSA的用户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正当访问 对吧 那比如说我现在内部的一个 这个VLAN10啊 比如说一台TESPC 好 那么是不是可以去访问我们的VLAN10 比如说我把这个F0-1 口画的VLAN10 就走这一块网卡 到达F0-8 然后F0-8通过交换机 发给R1 正常访问 OK 好 我不建议大家通过这个VSphere Client 去登陆啊 因为这些网卡信息 桥接信息 我都给大家桥接好了 不需要大家手动的去桥接了 那也不建议大家去更改 一旦你破坏了这个桥接的 这个 桥接的这个 关系呢 有可能你 不懂怎么去桥接 那后边的哥们呢 就做不了 OK 不知道怎么去改了 改了乱七八糟的 对吧 好 我建议大家就是说通过这个workstation 登上去 因为这些你压根做不了相关的桥接 桥接不了 OK 好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这两块网卡给大家做的一个解释 答了 VMNIC1 答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网卡的属性 网络适配器VMNIC1 当然你不用担心它是不是可以支持truck 它默认就是可以支持所有的这个VLAN的流量过来的 OK 全双公的 100兆的 速率是100兆全双公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网卡的信息 网卡的信息 没有问题 好 这是关于物理图的一个解释 以及登录 用户名Root 密码WolfCDS OK 那接下来呢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FMC了 FMC的部署安装启动 还有基本的管理 那么首先FMC 我们知道它作为管理中心 对具有Firepower功能的一些设备呢 进行统一管理 统一配置 对吧 有两种版本 一种是硬件版本 FMC的硬件版本 一种是软件版本 软件版本 就是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是软件版本 FMCV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加载到 安装到我们的VM Server 来提供一个测试学习 OK 测试学习 到了硬件呢 可以去购买 那软件呢 我们可以通过时刻的官方网站 去下载这个镜像文件 那镜像文件呢 是这样的 .gz的 这个压缩文件 可以吧 我们减压了之后 找到这个.obf的 直接用workstation 或者说 VSphere client 直接 打开 部署 ovf文件就可以了 到了 这一块你不用担心这个什么 底层的一些安装啊 这些服务的安装 不用担心 思科 放到他官方网站的这个 接下文件呢 全部都给你部署好了 安装好了 你只需要去部署到你的workstation 和VSphere就可以了 OK 那么VSphere 我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去部署 假设我现在再去部署一个fmc 那我现在已经部署完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连接的情况啊 当然我也可以去敲一下 连接到fmc 那么部署完了之后呢 大家可以去通过输入用户名密码登录 admin用户名默认大写的adm123 默认adm123 进入这个选项 这个模式可以了 好 当然了有一条很重要的命令 叫速度config network 这条命令必须掌握住 这是配置这个服务器的地址 可以吧 服务器的地址的 那么它是一个linic的指令 当然后面呢我也会介绍常用的一些指令 ok 也说这是一个后台 之后配置好网管地址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图形化界面网管上去 ok 好 那接下来先来看一下怎么去 部署OVF模板 ok 那么你可以通过VSphere 部署OVF模板 也可以通过Workstation 比如说我在我的本地这一块文件打开 找到我们的 Fivepower6.1 找到这个 esxi6.1.OVF的 刷机 点进去 打开 之后呢 指定一个存储的路径 起一个名字 也是可以的 那这里呢 我给大家演示的是通过VSphere 去部署 但Workstation呢 说VSphere是差不多的 看一下 第一步部署OVF模板 找到我们的这个文件 esxi6.1 打开 下一步 ok 下一步 拿起个名字 比如说 FMC 随便定一个名字吧 沃尔夫 ok FMC沃尔夫 好 之后呢 我们选择这个Sign Provision ok 那么这个Sign Provision呢 算是一个寿生版的啊 比如说 其他的一些 你安装的一些 没有意义的这些文件呢 它可以做一个过滤 就一个寿生版的 它节省你的这个存储的空间的 对吧 好 然后下一步 那么这里呢 网管口 它就一个接口 是Management接口 主要是用来接收这个用户的注册的 对吧 一些具有Firepower功能的设备的注册 都是通过这个接口 那么 我们找到目标网络 当了 我们这里呢 看一下物理图 再来看一下物理图 是不是就这一个 ETH0 这块网卡 ok 作用呢 是Management 网管 那么接到的是我们的 VMNIC0 这块网卡 toLand ok 那么我这里呢 也设计了一个标签 网络标签 NIC0 比如说接到我们本地局有网的 能够保证FMC 能够正常上网的 ok 那么下一步 下一步 完成 那么这个过程稍微有点慢啊 我们需要等一下 它现在开始部署 我们的FMC 好 好 那现在呢 我们也别闲着 对吧 你部署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WORD 之后点这个下一步 一步一步 找到文件 对吧 做到很详细啊 一步一步去做 起个名字 选择这个SIM PROVISION 之后对应的这个桥接 对吧 对应的桥接 之后部署 开始部署 部署完成 当然我们这张图到这张图需要一个过程 大概五分钟 对吧 完全取决于你当前网络的情况 以及你服务器的状况 如果说你服务器开了很多虚机运行 特别缓慢 那么这有可能就部署超时 还部署不让去 对吧 那么如果说你的网络特别慢 那么这一块呢 也是占用很多时间的 那么完全取决于你网络情况和设备性能啊 那么如果说网络很好 那么设备性能又很高 那么这一块呢 很快就容易部署好 ok 好我们等他一下 之后呢 部署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虚机里边有一个 我们刚才起的名字叫FMC-沃尔夫 那你可以在Workstation上去看 也可以在VSphere Client上去看 那么也说这里呢 它会有一个FMC-沃尔夫 看到没 这里 这里 已经给你生成了一个虚拟机 生成一个虚拟机 ok 之后呢 我们点这个虚拟机的设置 编辑 虚拟机设置 好 检查一下网络设备器 我们的网卡 说对应的网络标签 对不对 ok 如果说这个桥接不对的话呢 那么导致我们无法正常网管 正常访问 所以说这里要检查一下检查一下 ok 那么还可以看到什么呢 看到内存CPU的实用情况 当然这个OVF 从师科官网上下载这个OVF的关于FMC的 他默认就是8G4核的 ok 8G4核的CPU的这个配置 那么也说最低需要8G的内存4核的CPU才能够带动 对吧 当然了 师科的建议呢是最低配置8G4核 当然我们也可以调整这个CPU的核的数量 我们可以最多可以支持8核 ok 那么硬盘呢 硬盘占用的是250G 建议是250G 当然了 并不是说这250G都会装满 也说我们可以给他设置一个空间 至于他的安装文件有多少 在这个空间里边生成就行了 他生成比如说安装文件是10G 那么就是10G 他也不会用满我们的250G 当然了最多肯定不会超过250G 所以一个合理的一个分配 ok 那么注意点呢 等安装完了之后 桥接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管 对吧 https进行网管 那么前提条件 fmc的这个网卡 一定要桥接好 正确的桥接 不然是无法正常访问的 ok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安装部署的一个环节 一个操作 那么看一下有没有部署好 还没有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登录啊 登录 好看一下这个安装的过程 那启动 部署的虚拟机电源 就是说我们部署好了 然后加电把这个电源开了之后呢 他会运行我们的虚拟机 那么首先运行fmc的安装 整个过程呢是全自动的 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 对吧 那么整个安装过程呢 服务器的性能而定 也说你当前的网络情况 也就是说部署好了 就不需要考虑这个网络情况了 那只需要考虑的是服务器的性能 对吧 比如说你开了很多虚拟 影响它的部署 影响它的加载 那cpu使用率过高 或者说存储不够 都会导致我们fmc的安装的失败 安装失败 ok 当然这个过程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大概在30到60分钟之内 ok一般来说还是挺长的 挺长的 那么装一个服务器 你正常顺利的情况下 那么服务器 这些所有的虚拟都关闭的情况下 那也需要30到60分钟 如果说这些虚拟都开的情况下 那cpu占用率很高的情况下 那部署一个fmc 简直就跟蚂蚁跑步一样 特别满 ok 那上一次呢 我部署到3点多 从11点 然后装到3点多 才装好 结果还是个fail的 还是个有些服务有问题的 所以说这一块是挺麻烦的 对吧 那要耐心 要耐心 我们看一下它的启动过程 当部署好了之后 电源打开 首先呢 那它会做一个linux的程序 一个加载boot boot什么呢 6.10的 然后一直自动的安装 自动的安装相关的服务 相关的服务 比如说 mysql 是不是这个数据库的服务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这些什么 硬数据库的安装的这些 硬层的服务 都需要安装 那安装完成之后 进入到这个输入的界面 比如说我刚才给大家看的 登录的一个界面 输入用户名密码 当然用户名密码有个默认啊 默认用户名admin 密码为大写的A admin123 可以吧 A大写 A大写 这默认登录后台的用户名密码 那登录进去之后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模式 OK 用美元符号的模式 可以吧 美元符号的模式 好 这里安装之后 我们看一下安装过程的注意事项啊 那fmc是在油斑图的系统上安装了firepower 这个management center的一个组件 它底层的操作系统呢 是油斑图 对吧 那么fmc的默认的地址 也说你安装过了 它使用的是192.168.45.45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指令去更改这些 网络的信息 网络的设置 比如说我们的网管地址 野码 还有下一条网关 对吧 都可以通过sudo configure network进去修改 OK 那比如说我们当前的tope图 是不是要修改成192.168.1.245 对吧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指令去修改 怎么改呢 可以看到默认的eth0 是192.168.45.45 那么可以改一下sudo configure network 然后把这个网卡信息改一下 之后呢 它可以提示你输入这个地址 输入这个地址 htps访问 OK 那么这里还有注意事项 firepower的某些功能呢 需要fmc能够正常上网 能够访问internet 那么也就是说我刚才为什么要把它 瞧到我们内部网络 直到下一条为我们的网关 就因为有些amp的功能 对吧 恶意软件的保护的功能 那么我们需要fmc能够去正常的访问dns 能够正常上网 才能够做出相关的现象 所以说呢 这里呢我们需要做正确的桥接 那部署好 能够保证它能够正常的访问internet 才能够去实现啊 它一个咱们这个实验的一个演示 对吧实验的演示 好 这是安装 这是安装 我们看一下部署好了 部署好了我们 加电电源打开 好 编辑虚拟机设置 你看我这已经对应了8G 四核 对吧 显卡什么vmc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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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 I什么硬盘呀这些 不管它你看虚拟硬盘摸人就250G 对吧 ok 然后网络适配器 桥接网段 桥接到我们本地的这个局域网里边 保证能够上网 ok 那么这个网络适配器一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虚击的eth0 fmc的eth0 ok 好 加电 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控制台去看 打开控制台 发送 alt control delete 好 之后你看自动安装全部自动安装 你现在看着挺快的 ok 马上到某些应用层服务的安装就很慢 对吧 这不是610啊 油班图的 u 对吧 油班图的后台 走进来加载 好随着这呢 我先把这个访问啊 咱们去网管说一下 之后呢 等它装好之后我们直接登陆进去 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么看一下基本的网管 基本的管理 通过浏览器 htps 当我们指定的这个地址 当然了 这是我之前做实验的地址 咱们现在是1.253 对吧 1.245 1.1.多少来着 图 1.243 对吧 这个6网段就换成1网段 好 然后会有一封字签名的证书的提醒 ok 我们可以添加例外 ok 添加例外 因为我们的PC并没有这封证书 也没安装这封证书 所以说会报一个证书的错误 那么因为我们的这个FMC呢 它会产生一封字签名的证书 ok为了保证这个认证 ok 那么我们的PC呢 可以忽略这部分证书的认证添加例外 当然你也可以去download 关于FMC推下来的证书 安装到我们的TESPC 然后可以解决这个证书 报错问题 当然我们一般来说添加例外 把忽略这一块证书认证 也是可以访问的 只是安全性不够 安全性不够保障而已 可以吧 不影响我们时间现象 之后登进去 用户没有Admin 密码也是Admin 123 当然A大写进去 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哪些设置啊 比如说NDP 你要改一下 那Lacens呢 你也可以去修改 比如说我们现在 你购买了Lacens 你可以在这个界面里边 直接把Lacens的信息 加载进去 那么还有什么FMC的一些 其他的设置 我们看一下有哪些设置 首先密码 当这个密码 你可以改成Admin123 和默认的密码一样 但是你必须要改 对吧 必须要改 你必须要重新挑一遍 那你也可以改成其他的 其他的密码 当然这个密码也有间断性的要求 有大小写 特殊制服 可以吧 还有什么数字 OK 数字 那么 设置完密码之后 下次登录呢 就需要使用你刚刚设置的密码 那第二块 网络设置 网络设置 那么网络设置 可以去配网管口的RB地址 研码信息 吓一跳 网关地址 那么主机名 主机名 域名 以及DNS服务器 DNS服务器 好 还有什么呢 还有Secondary DNS服务器 以及Temporary DNS服务器 这些都可以去设置 可以吧 好 这是第二块面板可以配置的 网络信息可以配置的 然后Password 网络信息 还有Time Setting 时间设置 我们可以指定NDP的Server 去同步时间 我们也可以手动的去调整时间 在我们的FMC上 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需要去设置 主要这个界面 只有在第一次安装完成之后 第一次登录 才有这个界面 那么如果说你在改完了之后 再去登录 下次再去登录 那么都没有这个界面了 可以吧 好 那么再来看 还有这个 什么呢 这个什么 当前的规则的更新 对吧 我们的策略的更新 第一块呢 是关于这个 入侵策略的更新设置 当然我们可以去 从司科的官方网站下载最新更新 直接 安装 可以吧 那么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在线的更新 都可以 ok 那么第二块呢 是关于这个IP地址全球关联的设置的更新 那么我们前提条件要保证FMC能够访问 司科的服务器 那么这一块 这三块才能够做更新 可以吧 才能够连到司科的服务器上去下载最新的更新 ok 那么还有这个AutoMaker Backup 也说我们的配置 也可以自动去备份 自动去备份 那么这是关于什么呢 规则的一个设置 更新设置 对吧 更新规则设置 还有Lasis设置 那我们给大家演示的是使用的是这个评估版 那所谓的评估版就类似于demo版 就是测试版 对吧 那么来去给大家做以下的实验 当然如果说你买了一个正版的Lasis OK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LasisK呢 加载进去 点这个Add and Verify 先增加这个验证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FMC呢 就具有你授权里边的功能 对吧 那么当然没有Lasis也没关系 我们直接往下做 我们使用用户的这个评估版的Lasis 评估版的Lasis 直接Apply 对吧 这两种设置 两种设置 取决于你有没有购买Lasis Lasis这个功能 我们也是可以测试学习的 有的话当然更好了 OK 当然更好了 好 那么这是第一次登录 首次登录 需要调整的设置信息 那么分为这几块 那么第一次登录之后 我们需要调整这些内容 OK 好 之后呢 再去登录进去 登录进去 会发现这个Dashboard 一个汇总的Dashboard 这里边可以看到网络信息 威胁检测信息 入侵事件信息 还有状态信息 还有这个IP地址全球关联的信息 包括QS的信息 这些都可以看到 一个Dashboard OK 有很多选项 可以去查看我们当前的一些信息状态 好 那么Network信息里边有什么呢 有这个什么 应用超时的服务 对吧 还有Web Application 网页应用 还有什么呢 客户端的应用程序 这些都可以看到 这些都可以看到 包括这个Traffic By Application Risk 也说有风险的流量 OK 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 还有这个Appliation System 那么也说这些用户的操作系统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FMC的这个Dashboard 去查看我们当前的网络信息的 OK 好 当然这些选项这些信息啊 那大家都可以点进去看 那么这个可视化的可视化的这个应用程服务 那么这是FMC的独立的功能 可以提供很多可视化的应用程服务 那么看的是非常直观的 OK 那么再来看啊 上面上面有overview analysis policy device object DMP 包括我们的deploy system help admin 这一块呢属于我们的一级菜单 对吧 一级菜单 一级菜单 主要是包括我们这个FMC的相关的功能设备策略 以及主 还有恶意软件保护的功能 包括我们的系统的一些设置 都可以在一级菜单里面去调整 那么往下去第二级菜单有什么呢 主要是在什么Dashboard啊 对吧 overview点进去点有个Dashboard 什么reporting summary analysis 就是点下去有什么access control啊 policy啊 或者说这个device里面有什么device management 这些都属于二级菜单 那么二级菜单主要功能呢 是用来查看对应的一级菜单的选项的所有功能 OK 好 那么当然这里呢 还有一个用户admin 里面有一个user preference 我们可以去调整用户账号信息 OK 去调整用户的账号信息 当然这个账号使用什么账号 对吧 什么用户 OK 那么还有logout的注销 可以吧 那么这里呢 会有一个help 有一个online 在线的查询 那么sosfire的support 那么sisco的support 还有一个about 我们可以通过about 看一下当前的这个版本 OK 当前的fmc的简介介绍 那么如果说有任何疑问呢 可以向sisco提case 或者说联系sosfire 那么寻求支持寻求帮助 这是一个help OK 好 那么系统管理界面主要是 主要功能是对fmc的系统进行配置 用户呢 进行管理 那么还有一些相关的更新 lacense的管理 以及健康状况的监控 那么看一下健康状况的监控 我们可以在这里 这个小绿色的group OK 点下去 可以看到弹出一个选项 里边有deployment 有health 有task 我们可以查看到当前fmc的健康监控的情况 健康监控的情况 好 还有什么呢 部署的情况 部署哪些策略 对吧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任务 对吧 我们有哪些任务都可以在这个选项里边 可以看得到 OK 可以看到 这个group 这group还是 就是查看当前你部署什么样的策略 对吧 这个健康的监控的情况 OK 有哪些策略部署成功 哪些策略没有生效 这些都可以通过这个选项去看 OK 那么还有一个notification notification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通知界面呢 主要是为fmc 为当前的行为做追踪 OK 跟踪状态 跟踪健康 对吧 还有什么呢 任务的跟踪 任务的追踪 都可以在这个notification 弹出来这个选项里边去查看 有多少个warning级别的信息 多少个成功的策略 对吧 哪些服务在运行 哪些服务运行是失败的 这些都可以看得到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deploy deploy 这个这个 这个按钮啊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说fmc 它不是实现中心管理一些具有firepower功能的下一代防火墙的产品吗 对不对 OK 那么我们实现在fmc上也可以进行网管 也可以针对这些设备进行管理 当然如何把这些设置 这些我们设置的信息生效 对吧 让这些设备能够获取我们修改的信息 修改的策略 那么就需要点这个deploy 部署 对吧 必须要点这个部署 OK 那么它功能是对firepower设备做的任何修改 我们deploy之后才能够生效 你不deploy生效不了 这点比较类似于wc 你不commit change 生效不了 可以吧 OK 所以说这块呢 一定要注意 你每做一次修改 都要点这个deploy 让策略生效 好 再来看啊 这边还有一个amp 那当然amp呢 主要是和我们的这个高级的恶意软件 增强的恶意软件保护有关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sisco呢 它会有一点云 对吧 有个cloud 那么sisco的这些工作人员呢 去维护这个cloud 这个cloud里边呢有很多 啊 病毒的特征 恶意软件的特征 那么OK 我们需要fmc能够访问这个cloud 当然叫public cloud 还有一个私有云 一个公有云 能够访问这个cloud 然后呢 根据我们检测到的这个恶意软件的流量 发送到这个cloud做比较 OK 那么如果说有有比较 这个cloud里边已经匹配了 那么肯定我们要采取相关的行为 去拒绝掉当前的恶意软件的流量 对吧 恶意软件 那么如果说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检测 是可以通过的 是可以通过的 所以说呢 这块呢 前提条件 fmc要能上公网 要能访问cisco的私有云和公有云 可以吧 私有云和公有云 那么具体的am7的街上呢 我们后边还有个实验 等着大家 这里呢 我就不做过多的解释 过多的解释 好 再来往左边看 我们刚才是依次从admin开始看 help system 这个的绿沟 还有deploy amp 还有object 那object是干嘛的呢 它是定义一些重复使用的参数 当然我们防火墙给大家做nit的时候 有object nit 我们可以匹配network 也可以匹配service 对不对 好 当然了 这里呢fmc也可以支持object的功能 对吧 我们可以针对于我们的这些规则呢 做object ok 那么针对于我们的这些用户呢 做object 你访问的url呢 做object 都是可以的 ok 那么再来看device device这个选项啊 device主要功能是firepower的设备管理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device management里边 就可以看到当前注射到fmc的 具有firepower功能的下代防火墙产品 可以吧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产品呢去网管 通过fmc去针对这些产品进行去网管 那么也说firepower设备管理 nit的配置 vpn的配置 qs的配置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基本配置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device的界面里边去选择 然后device management 设备管理 nit设置 vpn的设置 qs还有一些平台的设置 平台的一些其他一些参数的调整 都可以在这个device里边去选择了 好还有policy policy 策略 那么策略包括access control instruction malware and file 还有dns identity ssl prefilter 那么这一块呢都是firepower的扩展的功能吧 对吧 比起我们今天的方向讲 扩展功能都是在这个policy里边可以体现的 比如说这个malware 是不是要做锐益软件的保护 fire呢 是不是要做file的控制 文件的控制 包括文件抓取 包括文件类型的过滤 对不对 包括instruction rps ok 那么这些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去添加 当然定义firepower的策略 包括一些控制策略 入侵防御策略 以及威胁检测文件控制策略 还有呢 ssl监控策略 对吧 包括一些核心策略 那么我们都可以在这个policy里边去选择 去添加 那么再往左边analysis ok 主要是查看的事件 信息以及报告 对吧 我们都可以通过analysis去看 比如说看主机的 看用户的 看文件的 看入侵的 看连接的 以及看这个 呃 浏览器的 对吧 自定义的 什么rp地址全球关联的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analysis 选择 选择我们想要看到的事件信息 ok 那么可以点上面这个二级工具栏里边的任意一个选项去查看到这个相关的报告 好 那么再来看overview overview 主要是有个dashboard 里边包含reporting 包含summary 描述的是网络概括的一些汇总的一些报告 汇总的一些信息 对吧 那么这是关于fmc的什么呢 界面的一个介绍 ok 这是网管 这是网管 登陆fmc的一个基本的管理 看现在还没做好呢 快了 你看它的提醒你initialize 然后configured database 对吧 depending on available system resource 也说取决于你服务器的cpu内存以及硬盘 那么这里会大概会花30分钟 或者说更多的时间去完成这个配置数据库的 数据库的配置 初始化 对吧 就完成这个初始化 所以说我们要等 等着也不能闲着 继续往下 还好有图有真相 好 这个几个界面我们都看了对吧 都看了 我们看到一个基本的界面 一级工具栏 二级工具栏 对吧 一级菜单二级菜单 那么看一下fmc的基本管理 第三部分 用户首选项的 ok 那么也说我们看一下这个user preference 用户首选项的参数里边可以调整哪些参数 ok 我们可以设置home page 比如说用户的主页面 ok 还有account password 审计的密码 那么 以及时区timesome dashboard 主页 用户想要看到主页 自定义 比如说我们会装主页有很多信息 我们用户只想看某些部分的信息 我们可以在user preference里边去更改 那么还有自定义这个去更改 去自定义这个dashboard 还有什么呢 事件的查看 事件的查看 我们也可以去自定义 ok 那比如说我现在点到这个user preference 去按紧password home page event view setting timesome 还有dashboard 第一块呢就是密码 当前密码多少 新密码多少 确认 对吧 这是改密码 关于用户的密码 好 ok 第二步呢 系统的配置包括基本的网络配置 在这个system 基本的网络配置configuration 那么 呈现的这些信息我们都可以去更改 比如说access list 进程 对吧 神记的log的证书 还有神记 开启log 以及login登录的banner 登录的banner 包括dns的缓存 还有一个dashboard 然后外部的数据库的访问 联动 那么包括email的提醒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系统的基本的配置 对吧 那么包括基本的网络配置 还有呢 系统的访问控制 语言的设置 也说这个界面呢 你英文你看不懂 你可以改成中文 也是可以改的 好 当然我我习惯了看英文啊 反而看中文特别扭 那么还有什么时间的设置 时间的设置 那么时间设置在哪设呢 time 对吧 以及time的signation 时间的同步 这两块 好 包括login banner login banner 对吧 还有dashboard 自定义dashboard 那么以及我们的这个入侵策略 入侵策略 语言 管理接口 网络分析策略 那么远程存储设备 对吧 远程存储设备 samp 还有reset的apr 这些都是可以去设置的 还包括vm2tools 都是可以去设置的 在我们的系统system下面设置的信息呢 这些参数呢 都是关于我们fmc 这款server的相关的一些属性 我们都可以去调整 看 都可以去调整 好 然后这是第一块configuration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块啊 users users 那么users 包括用户角色的管理 用户的管理 以及外部用户认证管理 而外部用户主要是外部的一些服务器 比如说 啊 微软的LDAP 或者说 radius 这些都是一些外部的服务器 那么我们也可以联动外部服务器认证的用户 添加到我们的fmc 给吧 添加到fmc 那看一下第一个users 我们可以看到默认的啊 管理员权限的 ok 用户名义admin 密码admin 123 A大写 那么用户的角色 你可以调整是administrator 还是view级别的 对吧 查询级别的 还是其他一些权限 都可以去调整 那么A to know authentication 也说经过我们LDAP 经过radius 这些服务器认证的用户呢 我们添加进来 也是可以去访问fmc的 对吧 那么这也是算是和3A服务器 以及啊 其他一些服务器认证的服务器做联动处理 那么也是可以添加到我们的这个fmc ok 那么再来看这个健康状态的监控啊 健康状态监控 好可以看到这个helsi helsi有个monitor 对吧 我们可以监控到当前的fmc整体的健康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主机名加育名 然后我们可以产生这个truple shooting的文件 对吧 然后一个高级的truple shooting 我们可以做尝试的去排一下错 这是fmc比较智能的啊 就是secret intelligence的这个功能 ok智能的一个分析 对吧 安全的智能的一个分析 当然它会弹出一个告警 详细的告警 关于这个fmc 关于咱们的这台服务器 比如说amp的服务 对吧amp的服务 block block哪些站点 block的状态 那么这些后边你要看到都是running的状态 才是正常的啊 那么这里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amp的服务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是process is running correctly 比如说当前这个服务呢是正常运行的 对吧正常运行的 还有这个cloud connectivity function normally 这个连接到我们的公有云也是正常的 对吧也是正常的 那么假如说我们的fmc 你的网关设置的有问题 地址设置的有问题 上不了网 上不了网很显然 无法提供 无法连接到这个cloud公有云 那么无法提供amp的功能 那么这里呢就不是正常的状态 那么在我们的健康情况里边 也能够给你提示出来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alert detail 去查看相关的服务 有没有正常的运行 有没有正常运行 OK 当然还有这个事件 heresy的invent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件信息啊 针对于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什么样的时间 然后后做了哪些行为 对吧 这是事件信息 我们都可以看到 就相当于一个省计 就相当于一个省计 省计的是我们的健康状态 对吧 服务器的健康状态 还没做完 还没做完 好 再来看lacense 再来看lacense 那么lacense在哪呢 有个lacense 有个smartlacense 还有呢 还有个classiclacense 这两种不同的lacense 对吧 我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 smartlacense classiclacense 它们的不同的这个类型 OK 那么哪些lacense能够支持特定的服务 我们需要找到指定lacense 开启这些功能 对吧 那么这里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smartlacense 那么我们知道FDD设备 使用的就是smartlacense 而classiclacense 使用的是classiclacense 什么是classiclacense 比如说我们的AC5510 老头防火墙 对吧 它就是一个经典的防火墙 那么classiclacense 那么我们就需要加载classiclacense 那classiclacense又分为很多类 比如说我们经典的防火墙 当然要激活UR的过滤 要激活Mailware的protection 我们可以找到指定的不同的lacense 然后加载进去 来启用防火墙的功能 关于firepower的功能 对吧 好 smartlacense看一下 FDD使用的是smartlacense 看这里lacense OK 当然你可以去 买购买lacense 加载进去 当然你也可以去使用这里 有一个 评估版的 评估版的 评估版 那么只要点到它 点下去 那么它会拿到一个smartlacense 测试版的 那这个时间呢是90天 那么90天足够大家去测试了 对吧 足够大家去测试学习了 好 当然如果说 你有这个特权账号 我们也可以去点这里 登录到诗科的官方网站 去下载lacense 去下载smartlacense OK 那么有些smartlacense的设置呢 如果说想通过诗科的官方网站 在线的下载的话呢 需要指定这个时间 那么我们可以去配这个NTP 直到我们的这个时间 把这个时间保证好 对吧 因为这个去访问时刻的server 需要证书 OK 那么点击这个software的manager 那会弹出时刻的网页 需要使用smart账户 登录时刻的网站 去下载smartlacense OK 那么也就是说 你需要一个特权账号 好 那么这两种啊 要么你使用评估版的 要么你使用在线的 加载smartlacense OK 第二种呢叫classiclacense 那classic设备 经典的方向墙 对吧 那比如说AC NGRPS和NGRPSV 都需要使用classiclacense 对吧 当然我们的NGRPS NGRPSV 依然需要使用的也是classiclacense 因为它运行的不是FTD OK 不是FTD OK 那么也说这里需要大家注意啊 RPS和RPSV呢 都需要classiclacense 包括我们AC的经典的AC 经典的方向墙也需要 如果说想扩展firepower的功能呢 也需要classiclacense 没你吧 好看一下啊 在哪里添加 找到第二个选项 classiclacense 点进去 有个add newlacense add newlacense 然后购买了之后 粘贴进去 OK 提交 验证之后提交 就可以了 OK 那么相关的功能就已经激活了 对吧 当然 classiclacense 并没有评估版的 并没有评估版的 好 那么 再来说这个评估版的 刚才我已经介绍过了 对吧 你可以点这个评估版的 OK 那么点到systemlacense 可以看到这个 评估超市时间 90天之后 OK 这里还剩89天 对吧 当然它会加的一个smilelacense 可以做基本的 对吧 基本的bass mailware OK threat url filtering 都是可以支持的 这一块呢 就加的完了 也说我们的相关的设备呢 就可以启用 这个firepower的 这些服务 这些功能 问题吧 OK 好 看看有没有 还没弄好 论很慢 我估计到法院都弄不好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常用的一些命令 常用命令 那么在 我这里可以直接演示这个常用的命令 好 这件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登进去 我完全可以去 登这个呀 对吧 这是我之前已经装好的 好 反正现在也来不及了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常用的命令 那么先来看一下 对吧 你进入到这个模式 admin addfirepower addfirepower 什么 这是一个bass服务 一个美元符号 对吧 我们看一下网卡信息 当然了 我们说过fmc 只有一块网卡 OK 而且这块网卡 这名称为eth0 我们可以fconfig eth0 可以看到eth0 这是硬件的mark地址 这是接口的mark地址 然后呢 这是IP地址 刚刚配的 之前配的 1.243 OK 广播地址 研码 IPv6的地址 可以吧 IPv6的地址 然后其他什么收到的包啊 错误的包啊 job的包啊 对吧 这都可以看得到 OK 那么这是查看什么呢 查看我们 firepower management center fmc的网卡地址 OK 当然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测试 比如说速度 我去拼 192.168.1.243 拼自己 拼自己也需要个密码 大写的adm1 min123 admin123 A大写 拼自己可以拼 我这里主要给大家解释的是 怎么去拼啊 如果说你上来直接拼 192.168.1.243 那这是拼不通的 对吧 拼不通的 那么因为这是一个邮班图的底层 那么所以说这个命令呢 需要加一个速度 这是一个linux的命令 对吧 linux的命令 速度拼 192.168.1.22 22是我们tadpc吧 对吧 也是可以通的 对吧 都可以通 好 第三条指令 速度 config network 修改这个网卡信息 网络信息设置 速度 config 当你打tipo键 补顾全啊 一定要敲完 考验你英语的时候到了 ok 好 然后要不要去配置rp 回事 然后我设置 现在网管的地址是1.243 研码是24位 ok 网管是192.168.1.1 rpv6地址 要不要配 当然我们没配对吧 不需要配 之后呢 这些设置正确吗 如果正确的话 你就敲y yes 不正确的话呢 就敲no 重新修改 对吧 那假如说我现在是yes ok 要不要配rpv6 no 这里呢他会做一个检查 检查 对吧检查 之后呢 提示 他会更新网络信息 那网络信息更新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通过速度pin去测试 就可以了 ok 这是常用到的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令啊 非常非常重要啊 如果说你连这个网卡都不会改 rp地址都不会配 网管都不会登录上去 那么fm scene就不要玩了 就像一个门一样 你先进去 之后呢 后续的事情啊 通过图形化界面就可以去配了 就可以去配了 ok 那么比如说linux的指令呢 虽然说我们不是专门做这一块的 但是呢 我们了解到这个产品呢 他也有所对应的这个linux的指令 我们也要简单学习一下 ok 简单学习一下 只需要知道这几个就可以了 ok 就可以了 好 那么现在提示你去访问 htbs192.168.1.243 就可以完成这个安装 那这个安装没完成 我就给大家直接用现成的了 这我们1.253的这个服务器的 他的pc的地址 现在是地址冲突 看看哪个地址冲突 啊 这里有两块网卡 nrc0 连的是一网段的 我们本地局网的1.22 提示的是地址冲突 对吧 地址冲突 打了 打了 那个 1.242地址冲突 谁在用1.242 不管他 我们先去测试1.243 fmc的地址 那地址冲突就拼不通了 对吧 嗯 我改一下呢 包是能收到 第一块网卡 nrc0 nrc1 ok 这里是192.168.1.22 提示的是地址冲突 谁在用22的地址 都看一下 改一个没用的 啊 11有用啊 33吧 冷门的地址 33 然后我再把这个 他皮的网关指到192.168.1.1 然后DNS呢 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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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是多网关啊 多网关 我应该是这里 这里我把这个网关给他摘了 我把他摘着PC保证他能上网 我把他摘着PC保证他能上网 33 1.1 指定DNS OK 我们测试一下 P23 现在可以通了 对吧 用火候浏览器登陆上去 好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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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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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户名admit密码ad123 可以有点慢 好上去了 你看首次登录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吧 照着写一下 密码呢 我还是admin123 使用默认的 OK 那么这里呢 普及面上就发power吧 然后网关192.168.1.1 然后这个domain呢 就是沃尔夫的com OK DNS这里一定要设对啊 不然无法上网 提供不了相关的服务 内容呢 我就用8.8.8.8吧 这个时间 我手动调整一下5月10号 对吧 之后 接收 接收 upline一下 好 这是第一次登录 第一次登录必须要设置的信息 OK 通过https网管 好 这个安装需要点时间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吧 安装完了之后 我们再通过https网管进去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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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